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找到了他自己的价值 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就是不是那么喜欢读书 那他做这种帮别人修车池 骑车的这些技巧的这些部分 是他发挥所长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有一些路线很难 甚至要两个人一起抬车池 就是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他们孩子们会说 一个人骑车不好玩 一群人骑车还好玩 所以他们可以认识很多这些同好 最大的困难就是你没有技师可以帮你的 早上有训练 下午又有活动 然后晚上还有活动 那我的体力根本应付不了这么多 山上不太容易找到 有人愿意做那么长的时间 的这样子的 这一类的活动 简连镇带领这些偏乡地区的孩子们骑单车 拓展活动范围 熟悉在地文化 希望能让他们更认识自己的家乡 并学习永不放弃的精神 记者谢宜成 罗亚为台中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